第四题 一定等于所排开的义重 所以他排开的水为100克重 所受的福利就为100克重 选项A是对的 东西的重量是160克重 所受的福利只有100克重 所以他会沉下去 所以选项株 说空心球会浮在水面上是错的 那么福利一定是等于排开的义重 也就是排开义体的体积 义体的密度 福利是100克重 排开体积不知道 水的密度是1 所以排开义体的体积就是100立方公分 那么他是沉在我们的水中 所以他所排开的义体的体积 就是其本身的体积 所以选项B说 该空心球体积为100立方公分是对的 福利一定等于排开的义重 也一定等于所减轻的重量 也就是空心中的重 减掉义重重 我们的福利是100克重 空心中重160 减掉义重中不知道 所以x等于60克重 所以选项C说 在空心球在水中 可测的重量为60克重是对的 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该空心球会浮在水面上 正字幕志愿者 请订阅 dare乎 对